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跟索索谈下投资部署 今集就focus在商品市场上 不少商品价格 好像金、银、铜 都在五月中破坏 去到下半年部署 应该找哪一类商品好呢? 等索索跟大家讲下 我之前一直鼓励大家买黄金 因为黄金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个资产配置 你买整个资产的一两 我想3-5%之间 其实是可以令你整个资产 有时候遇到一些股灾 有时候有一个稳定器 在平衡整个组合 目前来说 我觉得以黄金2450这些位置 我觉得白银这个位置 对比黄金的升幅来说 是远远落后的 如果大家可能担心一些货币的贬值 或者大家都见得到 例如中国央行都开始买一些长期国债 在这些情况之下 因为始终我觉得 随着时间过 其实大家的银子都是慢慢贬值 我觉得如果你适当地配置 我觉得白银在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便宜的 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 黄金和白银 其实它们某程度有一些关系 我们所谓的金银比 如果你说金银比 如果黄金和白银 可以去到大约60那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黄金太贵 可以留意白银 我不是这个位置说 我22元的时候 是50元的 我觉得白银有机会 升幅是接近一倍的 我真的挺看好白银 因为白银除了产量相对黄金少 白银有一个工业用途 白银的价格 其实远远是低估了 是一个短线、中线、长线 我觉得都是挺适合的 因为短线白银的走势都挺强的 我只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美国上市的SLV SLV是一个实物白银的ETF 它又没有杠杆 直接透过它买白银 我觉得一般散户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Sai是一个银矿的公司 其实很少 而且风险都挺大 当然如果你说我自己 一些风险取代比较强的 可能我可以看一下一些 衍生工具、期货市场 但我觉得一般的投资者 特别买版 这个版的波幅都比较大 我觉得SLV是挺适合大家去看的 喜欢硕硕的你们 记住留言、like、share 这一条片 以及subscribe my ASTOR Q2 channel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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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